客户作业 第一个作业是封装函数insert after insert after是系统没有提供的 咱们系统提供的是一个叫insert before的函数 这道题啊 你听我说啊 这道题是有渊源的 这个渊源呢 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 是2013年吧 2013年的时候 你们大师兄去实习 他实习的第一家公司是阿里云 阿里云那个时候给他做这个面试的是 给他做面试的是winter 这个winter这种之前给你们提供吗 这个基本上 现在这个互联网行里面 有几个这种大咖级的人物 咱管叫大牛哈 前端有那么几个人 后端有那么几个人 安全的 什么搞大数据的 云基算挖掘的 都会有那么几个人 咱前端那么几个人 一个人叫winter 特别的出名 这个人是阿里巴巴的 最开始的 假如说 就是说什么东西 咱都有个创始人吧 之类的 咱淘宝技术的创始人 淘宝这个网架的创始人 就是他 他很厉害 他对咱们的一个前端的一个架构 包括一个方向的一个引导 在国内他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这叫winter 他在阿里巴巴工作了很多年 现在还在阿里巴巴 然后这些个公司 他回到这个 各地方去面试的时候 他有个习惯 就是你是哈尔滨人 我就把你派回哈尔滨 你去面试 这个winter呢 每年都会被派回哈尔滨来 咱也算这个 比较享受这个福利了 基本上他 如果说阿里巴巴里面 前端分369等的话 他应该是最顶级的一个人 非常了不起 然后那年正好 这个志皇嘛 他也是挺幸运的 他这个一面不是他 一面就是一个 一面叫游侠吧 一个 他们在这个公司里面 都有这个花名了 之前我也有啊 第一面叫游侠 这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 二面就非常厉害了 就是winter winter 就最后 也没什么问题问他了 最后问他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他说这个 系统里面有个方法 叫insert before 知道吧 知道啊 他说那我想实现一个 insert after 你能不能给我现场封装 写出来一个 就是这个原题 结果15年 16年前两年 这个题就频繁的出现 频繁的出现 但是幸好之前我讲了 这个题就是来源于那个时候啊 这个题我估计肯定是 这个winter原创的 后来就流传开了嘛 挺好的那道题 有啥想法吗 这些 有啥思路吗 嗯 来去呢 会做吗 灯红来去 你坐在这儿能看着吗 啊 能看着吗 有想法吗 有想法吗 这个 战营呢 高磊 暂时没有 加气呢 我说再详细点 我听明白点 我听明白点 咱先看一看 脑袋别犯魂啊 干嘛 吃完饭都困了 咱们 嗯 嗯 咱看 啊 inster的 before 是 insert的一个东西 before一个东西的前面 对吧 现在我们想 insert的一个东西 after一个东西的后面 比如说现在啊 一个东西为参考物 现在div div呢 里面有仨东西 一个i标签 一个b标签 一个span标签 原来 比如说 原来我想把这个p标签 放到这个b标签的前面 是不是有方法 对吧 我把这个p插入到b前面 是不是有方法 对吧 我现在想把p插入到b后面 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方法 对吧 我能不能间接的时间 我现在已知 我把b给你了 b作为参考物 我就要放到后面 能不能办到 咋的 b的后面就是span的 啥 span的前面吧 是不是能找到你的 下一个兄弟元素节点 我放到你下一个兄弟元素节点的 insert before 是不是就完事了 是不是这个insert after 就实现它功能了 对吧 比如说现在 我要把这个p 来 我现在要把这个p 插入到i 标签后面 是不是就等于插入到b标签前面 插入b标签前面 咱是不是有方法 这是不是一个同等转换的一个问题 对吧 它是不是一个同等转换的问题 那这个同等转换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比如现在我要把一个p标签插入到span标签的后面呢 这还能找出是什么标签的前面呢 那这种情况咋解决 咱把这种情况解决了 是不是方法就可以解决了 我要放到span后面 就是放到这个容器里面最后一个元素的后面 你看咱们要放到span后面 span后面那是不是他就是最后一位了 最后一位他是不是append child 就那个push就完事了 对吧 咱只是要判断一下 你要插入这个位置 是不是最后一位 如果是的话 咱就直接append child是不是完事了 你不用insert before来带换了 对吧 能懂我意思吧 对吧 ok啊 行吧 那这个方法肯定是要到复级上找这个方法的 所以咱们把这个东西吧 写到这个圆形那上了 就是element.plot.insert.after 后面是不是写俩子才说 insert是谁 然后before是谁 对吧 insert是谁 比如说target element target node吧 target node 然后就会有一个 再来after node 行吧 after node 咱打写 咱是不是先转换 比如说这个after node 是这个b标签 我要在b标签的后面插入东西 咱是不是把那个before node给求出来 在他前面对吧 咱是不是得先求一下 过一个before node 等于啥 等于after after node的 the next element 咱就不考虑建设性的问题了 直接写了 I'm the sibling 是求完这个了 然后呢 就先不考虑第二种情况 咱先来第一种情况写吧 这种情况怎么着 是不是 这个this代表谁 要实现功能 this是不是代表谁调用的就是谁 div调用的insert是什么是不是div 对吧 就是this.insert 用before来实现吧 insert before吧 insert是谁 insert target node吧 before谁 是不是就before before node就完事了 对吧 这是不是咱们假设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是啥样的呢 第二种情况是不是 我这个 before node根本就是nan 如果before node是nan怎么办 什么叫before node 比如说现在 我的 我的这个 我的after node 比如说叫after这个span 后面插东西 那after node的下一个兄弟节点 没有啊 没有是不是nan 对吧 那如果它是nan的话 before node 如果是nan的话怎么办 就直接this 和pan the child 是不是就完事了 和pan the child是啥 target the node 然后写个else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写这个 是不是功能就实现了 对吧 这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就完事了呗 咱看一下啊 现在把div选出来 把div选了啊 然后呢 再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p标签吧 create element p标签 现在 现在 还得选一个 还选三个五对吧 来个什么呢 来个b吧 把这个span也选出来 好 都选上来了 ok 现在我div 想insertafter 自己写的这个方法 对吧 insertafter insert是谁 insert insertp afterb行吗 insertp afterb 回车 再看这个div里面的情况 看是不是p标签在b标签后面 正常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对吧 咱看看非正常情况下 咱把这个东西插到span那块去啊 刷新一下 div insert after insert啥 p beforespan 对吧 回车 再看div里面的状况 顺便没问题 在span后面是不是插入这个东西 就任何一种情况 现在都没bug吧 能听懂吗 一下 没问题啊 这就是这个insert after的一个封端方法 听说 这个方法 既然说前面已经考过那么多回了 那就不排除往后还会出现的啊 而且它出现的概率会很大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经过好几轮前人验证了 对吧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insert after 那么这东西不难吗 就是个想法型的问题吧 关键有一点啊 咱们要学会在圆形量上编程 能用意对吧 这个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圆形量上编程 你说圆形量上编程最好一点是啥 最好一点是啥 是不是这个this可以指代任何一个你想调用的对象 对吧 如果你不用this 你用function那么封装的话 你是不是这个this就得变成一种参数被传进来 才行 是不是它就变成参数了 这样的话这个this是不是不用变成参数 因为它是第一人性this啊 我不管你谁来调用 它也代表你 对吧 反受反受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就是圆形量变成一个好数啊 再有一个它是不是可以实现继承啊 下面的是不是都可以用 对吧 一劳永逸 ok 第二个 将目标节点内部的节点顺序逆序 这难吧 这个 咋逆序 咱说出想法吧 这个 咱咋逆序 可是现在 我把它们顺序逆过来 这个I标签放最下面 B标签再放下面 把它们逆过来 span第一个 B第二个 I第三个 担动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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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操作啊 我先把B标签剪切到最下面来 再把I标签剪切到最下面来 是不是就完事了 怎么实现剪切 apand child吧 是apand child 对不对 那第一次先操作第几个 第一次先操作倒数第二个吧 第二次操作 操作第几个 操作第几个 倒数第三个吧 是把 你看第一次操作 倒数第二个 是不是把它放到这了 是不是这个I还是倒数第三个 再操作再放到这 是不是OK了 没问题 是不是写个方形环转一圈就行 啊 回去查好这个倒数第几个 是不是完事了 这没那么难吧 就是用apand child吧 因为apand child是不是 减切的意思 这道题也就想练这个 apand child的减切的一个问题 啊 日中呢 回去都写一写啊 回去都写一写 OK 好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咱们讲新知识啊 上边说没啥问题 行了 讲新知识啊 咱们接下来讲这个日期对象 这个日期对象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功能性的东西 咱们后续会有很多能用到它 它的一个地方啊 首先它是个对象 好了 我把这东西都删掉啊 日期对象 先说一下日期对象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日期对象 它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和咱们之前接触过那些对象 没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 只不过它能提供的一些功能和方法 全是关于日期的 所以它单独抽取出来来讲 而且呢 这个日期对象 是系统 是系统 提供好的 咱们只需要把它的功能掌握清楚就OK了 能懂得意思吧 这是个对象 那对象怎么来建立 是不是有构造函数去建立 对吧 比如说现在咱们握一个data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newdata 这个大的data 就是系统给咱们提供的一个构造函数 人家写好的 懂得意思吧 人家写好的构造函数 通过一个newdata的方法 它就可以给咱们返回一个对象吧 这个对象 就是一个日期对象 日期对象 它有很多属性和方法 它自己也包含了一些信息 咱们今天就是要学它自己带这些方法 和这个属性的 懂得意思吧 这是一个data 咱就先看一眼 这个data打印出来是啥东西 一回车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吧 这是系统内设的 你给它一回车在控制台里面 它就会实现这个东西 懂得意思吧 它就会实现这样的东西吧 这个data我做了很多的PPT 就一眼 所以对吧 所以咱就不用看PPT了 PPT没什么太大用 因为到这块 正好讲data的时候 给咱们教大家去看一个文档 咱以后要也学 也要学会看文档的一个功能 一个本事 javascript 来看好 这块很重要 这个文档上面已经写的很全了 咱照着文档把它的功能捋一遍 其实就可以 就是咱们你看css 包括一条条都有一个咱们自己的一个api 咱就管它叫做文档 是吧 就记录一些这些东西的基本功能和属性 但不是很全 有一个基本 它作为一个字典可以去查 咱们有个线上字典 叫w3c school的一个字典 咱们在百度上搜javascript data对象 它就会自己就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点进去 看到吗 它是w3s 其实应该是w3c school 行了 这就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字典 官方的一个字典 点进去之后 这是这块 你看 这块就是关于咱们data对象的 那东西 点进去 点一下 当然这个已经点完了 点完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右侧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功能栏 这功能栏里面 每一个都可以点进去 里面有一些最基本的解释 但是不是很精准 你就不用看它了 我拿它这个目入 我跟你讲就完事了 好了 咱先看哈 就是以后这个字典 你要忘了什么东西 这字典的干嘛呢 它能给你提醒的作用 你忘了什么方法了 有的时候看看 比如有一些方法 咱不知道能不能用 出不出新方法 可以去查一查 也没什么太大的用 但是你要会查 这个东西要会查 行了 Data对象的一些基本属性 Data对象就俩属性 一个属性是constructor 这constructor是个对象就有 咱不用说了吧 然后还有个属性是proto type 这个属性它写到这有一些问题 这个proto type不可能是 这个对象类的对象有的吧 它得是这个function类的对象 对吧 所以它这块说的是什么呢 它这个 这俩写到一起 它不科学的 你明显 就咱已经学过对象了 你能知道它不科学 这constructor是圆形上的一个属性吧 这个圆形 proto type 是构造函数的一个属性对吧 反正它把一些属性全列到这儿 就看上去就行了 这俩咱都知道 这也不公开了解 然后下面这些就是Data对象 就Data的构造函数制造出的对象 能使的一些方法 完整的说是应该这样 对吧 完整的说应该这样 就是这些个方法都可以使 当然第一个也不是它的一些方法了 第一个是这个构造函数 它自己空执行 能实现的一个效果 反正它写的比较混乱 要不说不建议拿它的东西去看看 咱当目录就可以了 第一个写的就是这个大的Data 它作为一个构造对象 你单独去执行 不new的话 它能干嘛 它能给你返回一个日期的字符串 对吧 日期字符串 这是什么 Tuesday 叫February对吧 然后呢 14号 2月14号2017年 对吧 这是一个有情人终成兄妹的日子 对吧 行看这儿啊 然后下面这些 就这种东西吧 咱看的时候 你也要自己去 去动动脑 不见得它上面写的东西 完全都是对的 它这格式有数也挺乱 下面这个getData 那这个getData 就是这个Data构造函数 知道它是对象 它能用的方法了 第一个就叫getData getData干嘛呢 它说能返回一个月中的某一天 换句话说 咱们应该先建立一个日期对象 or一个Data 等于newData 这个小的Data 就代表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日期 这个对象 然后现在咱们利用这个小的Data 这个Data 可以调一个方法 叫getData的方法 就是咱刚才看到的那个 你执行完了之后 它会给你返回 今天是第几天 今天第几个天 一个月中第几个天 第十四个天吧 它就会把十四返回给你 能看到吗 你会说就把十四返回给你 这是一个getData 这没看问题吧 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getData 这个getData呢 它能返回今天是一周之中的星期几 不对 这么说不标准 它能返回今天是一周之一周 这样的一个时间轴路 的第几天 今天是一周的第几天 今天一周第几天 今天是星期几天 周二 周二其实 对 来 getData 再验证一下回车 是二对吧 这个二不是星期二的意思 二是第三天的意思 它打零开始查了 零一二 这是第三天 第三天 因为这个 它这个 从这个古希腊文明开始 礼拜天是第一天 礼拜天 礼拜天嘛 第一天Sunday Sunday是太阳 太阳是第一天 Monday是Moon 拜这个月神的 能懂意思吧 礼拜一 礼拜嘛 礼拜这个各种神 风神月神什么的 丘比特什么的 对吧 好像没有丘比特 所以说这块给大家提个醒 你想让它出礼拜天 没有七 它顶多出的是零 没懂意思吧 它出的是零 比如说这个 这块反正 咱正常处理数也可以处理 比如说咱写个Switchcase 你这个getData出几的时候 出一二三四五六 是不是这些都是正常的 就出零的时候 代表礼拜天 对吧 出零的时候 你给单独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getMonth getMonth是返回当前是第几个月 但是很可惜 它也是从零开始了 那现在它返回的信息 今天这个月应该是数字节 什么数字零 这不二月份吗 二月份不应该一吗 对吧 咱试一下 Data.getMonth 是不是一 对吧一 这个就和咱正常理想值不太一样 对吧 所以最后操作是 你加个一是不是完事 对吧 加一 其实其他的多好说 就是这个getMonth 你永远记住 它少一个 那个getDay吧 其实 阴差阳错的 还真是那么回事 对吧 还真是那么回事 然后这块 这块有意思 getYear和getForYear 咱先看 咱们看getForYear 咱正常逻辑 应该是getYear 对吧 getYear应该是 或许今天是多少年 对吧 多少年 今天多少年呢 试试呗 Data.getYear 回车 应该是2017年 对吧 它这块出了一个 117 出了一个117 所以这块啊 这个方法 为啥出117呢 显然是不对的 错的吧 所以这块人系统提醒你了 请使用getForYear方法来代替 这块有个小故事 有个小知识点 我给你讲讲 这个getForYear 是后来才出现的方法 咱们Jarscript 哪年诞生的 哪年诞生的 1996年诞生的吧 96年随着那个 Navigator 是不是诞生了 对吧 作者BrandonA是吧 就几天 他就把这个Jarscript 写出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 来听说 那个时候有Jarscript的时候 它提供的方法 还真是getYear 然后后来说 getYear不好 为啥不好呢 有这么个情况啊 你知道一开始 这个计算机刚出现的时候 第一台计算机叫Iniac 大概是1950年左右的时候 出现的计算机 那个时候大概有 大概咱们这个房子吧 还得再加一个窝 大概能凑个200来平 四个200来平的房子那么大 四个200来平房子那么大 那个时候人们管那个东西 叫computer 叫computer 非常大计算机 后来缩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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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了 然后才出现了 1970年左右 咱们才出现了 基本的智能 什么叫基本的智能 原来那个东西 它只实现一个计算器的作用 叫calculator 对吧 calculator那个东西 叫计算器 后来才这个东西 才真正演化成 咱们今天computer 产生这个智能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1970年左右 那个时候人吧 脑子没有那么好使 就是大家不会太往后想 那么几十年之后的事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编辑这个时间的时候 采取了一个六位置 就那个时候 大家统一了国际的时间 六位置时间 前两位代表年 中间两位代表月 后面两位代表日 所以那个时候表示年很简单 比如说70年 01月 03日 这就完事了 就是足够表示年 因为日十分秒了 对吧 后面再加几位什么十分秒 那都不重要 就说这几个年 后来啊 然后演变 演变 演变 就这个你说计算机到后来 达到一定的一个稳定程度之后 包括90年 九几年的时候 很多的金融系统 政府办公系统 它都是用计算机来处理这些什么汇率问题 包括一个税率问题的 这个能懂意思吧 收益率问题 都用计算机处理了 比如说你90年存取钱 99年取出来 是不是有一个9年的一个 9年的一个利息问题 你还能把这个钱给你 对吧 然后到99年的时候 发生一些特别好玩的事 1999年12月31号 23点59分59秒 9999毫秒 到那一刻的时候 人们激动了 对吧 网上进一位系统不够用了 因为只有六位 你想进一位怎么进 这块归零 这块归一 这块也归一 这都好说 你这一块让他砸着 这也归一 这也归零吗 这块归零好 那时候确实 就六位归零之后 出现个大问题 对 比如说银行 比如说这个政府 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个叫发改委 发改委在统计 大家这个 中国人这个平均年龄的时候 一统计 比如说你 你20年出生的 对吧 然后活到了00年 一减 你多活了20岁 年龄负20 但这都不要紧 统计什么基本信息 什么都不要紧 但你的钱存在银行里了 对吧 比如说你80年 存到银行里面的钱 正常来说 99年减80年 是不是等于19年 对吧 然后00减80呢 是不是得负80 你欠银行80年的利息 你干吗 到那时候 你欠银行80年利息 你干吗 肯定不干的 负的 知道吧 就到那时候出问题了 出乱子了 大家管那个时候出这个乱子 叫了起了一个名 叫千年虫 听过吧 千年虫问题 就是由于这个预期的问题 所引起的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蒙了 我的天 这日期这么定义 那怎么能行 根本就不行 对吧 后来想了一个问题 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把这个年份 延了几位 延成了四位 变成了这个 什么2000年 2001年 这样的延用了四位 所以现在的年月日 表示的方法是四位的年 然后月日 咱们这个get4year 它采取的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表示方法 get4year 表示就是 就是现在是2017年 就这么来表示 对吧 当然还可能存在这个万年虫 但那个时候咱们可能 一般概率下 是看不到了 对吧 好像有点久远 get4year get4year 这个东西解决就是这个问题 你看返回四位数的 这个返回年份 四位数的方法 就说成哥这个get4year 它反过是三位数了 三位数是程序上 它硬进的位 它变成117了 其实这应该是17 硬进的一位 但那个表示不了什么 这个get4year 能表示的是2017年 date.get4year 看是2017年 对吧 OK 没问题吧 这是get4year的问题 然后get hours get minutes get seconds 刚才这些啊 get什么year month date date什么的 无所谓 get hours 也无所谓 好像 试一下呗 试一下呗 date.get hours 回车 是不是14 现在14点吧 对吧 然后date.get get minutes 都有s的 minutes 是58分 也是58分 对吧 然后现在问大家问题啊 其实我刚才get的老写 是不是都基于这个对象来写的 听我说 这个对象 哎 问大家问题啊 比如现在啊 咱get get minutes 什么的 咱看不出来 我重新刷信一下 刷信一下 是不是代表着程序重新执行了 刷信之后 我要get seconds get seconds 现在27秒吧 再查几个数 12345等等 一系列的东西啊 我再执行一遍 它出啥 它出 我们现在说话 这个时刻的一个秒数 还是刚才那个 是不是刚才那个 说明啥问题 说明这一个date对象 它记录了 它出生那一时刻的 十年月日十分秒 你但凡访问那一刻的东西 它永远都不会变 懂得是吧 它不是实时的 不是说咱们这头是时间动 它也跟着动 它不动 它是起到一个时刻的记录作用 懂得是吧 咱们都是基于这个事件对象 来访问的 它那一刻的年月日十分秒 懂得是吧 那如果我们再过个几秒钟 我再新建一个date1 等于一个new date呢 那这个date1 是不是记录了咱新建那一时刻的年月日十分秒 懂得是吧 时刻 记录时刻的 一定记录这点 OK 行了 然后second get minisecond minisecond回去自己试试吧 返回毫秒 秒是0到59 毫秒是0到999 毫秒是不是1秒等1000毫秒 这东西是吧 这个秒和毫秒不是60进制 是1000进制 就恢复正常了 这个是重点 有一个gettime gettime 并不是所有方法咱都用 这个utc什么的 咱就不用 这个gettime什么的 这个东西gettime 它很重要 来来看一下 干嘛的呢 其实 来来看一下它的解释吧 它解释是返回 自1970年1月1日 至今的一个毫秒数 1970年1月1日 至今的一个毫秒数 这东西有啥用 来咱看一下 data.gettime 回车 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毫秒数 跟讲 这个看起来没啥 听众说 这个看起来没啥用 实际它是这一系列方法中 最常用的 也是最有用的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1970年1月1日 咱们现在是多少年 2017年对吧 凭啥叫2017年 地球就存在2017年 不是吧 咱是不是人为的定义了一个公元年 咱们管那个年份叫纪元吧 是叫纪元初始 对吧 咱把那个2017年之前那一年 叫做公元年 那个之后叫公元前 这个之前叫公元后 对吧 这叫公元了 对吧 叫公元 所以那个东西是人类设置的一个标志 为了好说 现在是多少年 为了好统计的吧 要不然现在 咱说的话 咱今年多少年 38亿什么时候的年 对吧 你要按宇宙时间说的话 不一定多少亿了 谁也不知道 对吧 没法说 它就是为了好统计的 这个计算机 它诞生的时间 它就比较晚 那个时候它计算机也不能说完全按照人这个年份来定 所以那个时候吧 人按照咱自己的习惯给计算机定了一个纪元年份 就是计算机的一个零点年 能懂意思吧 计算机觉得这个就是我的零点年 一个零点时间 咱们管它叫纪元时间 纪元时间 计算机的纪元时间是1970年1月1日 剩下的全规定 什么零时零分零秒零刻 能懂意思吧 剩下都规定 这是纪元时间 然后咱们的getTime有啥用呢 咱们的getTime返回的就是我们当前时刻 距离那个纪元时刻 一共过了多少毫秒 能懂意思吧 一共过了多少毫秒 就是现在 它是以毫秒计的 就是我们现在和那个零点 一共有多少毫秒 懂我意思吧 一共有多少毫秒 这是这个时间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时间很有用的 为啥很有用的 一旦这个时间有零点之后 你知道咱们现在 所有的互联网时间是怎么计数的吗 咱们现在是为什么说所有的计算机 所有的什么iPhone上 包括你的三星手机 各种手机上 它这个时间都是统一的呢 咱们 咱们本地的时间会向一个服务器机制 服务器基站去发送一个请求 上这个服务器基站里面去获取 最终的一个 就是咱们 获得统一的那个电脑 它的一个时间 那个统一的最后一个电脑 它怎么计算时间呢 实际上呢 我跟你讲计算机 它自己是不会查数的 它不知道今天是多少时间 但是它能干嘛呢 它能感受时间的变化 就是说它能感受时间的变化 它能知道 它始终能知道 我现在距离机缘时间 大概有多少毫秒 不是大概 说错了 它始终知道 我现在的时间距离机缘时间 有多少毫秒 这是计算机始终能够知道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会根据这个毫秒数来计算 我现在距离机缘时间 有多少年 多少月 多少分 多少秒 然后给你换算成 你能看懂的时间 告诉咱们今年是2017年 明白我意思吗 就计算机通过 始终通过这个毫秒数 在给咱们计算 它是有 它能感知时间的 它知道这是过了1000毫秒 那又过了1000毫秒 它通过动态的这种计算 来返回给咱们一个时间 然后咱们所有的分机 向那个主机去发送信号 来获取它的时间 所以咱们保持一个时间的统一 能弄一段 这是计算机帮咱们去算的 是通过这种机制来算的 能弄是吧 这是它的一个运营机制 那如果知道咱们身上 有什么用呢 这个机缘时间 能帮咱们求时间差 这么说 什么是机缘时间 就这个git time 能帮咱们求时间差 来 咱这么来啊 我先把这名词写着 我怕我一会忘说了 时间 时间戳 我先把这名词写着 一会一会说 就是现在啊 我们想通过程序执行的方式 就是我们想通过程序执行的方式 验证一段代码 到底执行了多长时间 比如说一个放循环 咱就拼一下电脑 谁电脑好 对吧 放循环 这是转多少圈 一百万圈对吧 转一百万圈 哎加加 就不干啥了 就让它空转去嘛 就转一百万圈 我现在想知道 转之前和转之后 到底用多少秒 能不能办 能办吧 转之前 new一个data 你别的了 用不着对吧 这块直接来一个number 叫first time吧 first time 等于点get time是不是完事了 这样 咱学对象这么长时间 这种方法直接写 直接写没问题吧 反正new data会返回一个对象 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second 那叫last time 等于new data 是不是一个新的new data了 然后点get time 然后console.log last time 减缺 first time 就是这个程序执行的一个毫秒数 对吧 程序执行前 记录一个时刻 执行后 记录一个时刻 然后一减 是不是就是程序执行的一个毫秒数 对吧 保存刷新 看看啊 first time is not fine 啥吧 我写错了吗 IR 保存刷新 四毫秒 一百万圈采用了四毫秒 这还不能算程序运行的一个损耗对吧 说明啥 是不是挺快 计算机挺快 你们就别试了 引起这个对比伤心什么的 就我跟你说 我这个电脑在这种情况下运行的是慢的 因为我开录像的 我正常我平时测了一下 好像是一一圈吧 一一圈好像才是十毫秒 一一圈 现在我看看几圈 一千万圈 保存 这怎么回去了 一千万圈 刷新 27秒 一千万圈27秒 这好像不成正比 不成正比 再来一个 保存 刷新 这回成正比 一圈是 0.2秒 一圈0.2秒 对吧 行了 再多了咱就不写了 多了不写了 反正能验证一个程序执行的一个效率问题 就比如说举个罪案 当然了 咱们真正验证效率有比它更科学的方法 控制台就有一个掐收尾时间叉的一个方法 但是咱以后再说 所以咱不用控制台那个方法 咱就光用这个 是不是也能实现 对吧 比如说咱测一下咱们程序执行的一个效率 比如说咱写一个非常大的程序 你自己感觉 可能说我写这个效率就不太高 可能说写的有点冗余 你就可以测一下头尾的差 你看到到底运行花了多少秒 能懂是吧 这个在实战开发的时候非常重要 咱优化优化的是什么 优化的就是时间 就是你通过优化代码的一个方式 来让程序执行的效率更高 路径最短 来达到最省时间的作用 都得这么来 这没有意思吧 当然了 你在买新电脑的时候 你可以验证一下这个电脑的 一个对吧 一个性能问题 对吧 拿招推吧 写个小程序 测一下对吧 测一下 打个什么十一圈 一一圈什么的 看死不死机 对吧 不死机 买了对吧 你可以横向对比一下 对吧 横向对比一下 这是get time 然后听我说 咱们管这个get time 叫做获取时间戳 什么叫时间戳呢 你看 比如说一个new date 是不是就印证了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吧 一个new 一个date 就是记录了这个时刻吧 然后咱把这个时刻 真正的通过咱们想要的方式去翻译出来 这种方式就叫做这个时间戳 换句话说 这个get time的方式 咱们就管这个get time的方式 通俗的讲叫做时间戳 什么叫时间戳 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时间轨道 咱们挑了一个点 拿一个戳 光当做个印记 是不是这个印记 咱们就知道这个位置了 换句话就记录了这个时刻了吧 就是记录这个时刻的方式 咱们就管它叫做时间戳 这个时间戳这个名词以后 咱们会经常提到 那种东西的吧 时间戳往往作为唯一标识来使用 比如说咱们传递数据的时候 咱们后期要学这个阿杰克斯传递数据 传递数据的时候 你怎么保证这次传递的数据 和下次传递的数据 不引发这个缓存期日 那我们这次和下次 可能传的东西一样 但是时间节点不一样 我就盖一个时间戳 就导致这两次东西肯定不一样了 能懂吗 时间戳 到时候咱们再说 还没完 除了get的方法以外 这个日期对象非常好玩 它还有个set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 你除了可以记录一个时间 把这个时间里面的信息提取出来 你还可以手动的设置一个时间 当闹钟时 比如说你设置一个时间 到某时某刻 比如说你同样新建一个日期对象 然后可以利用它的set的方法 这些中间这些盖子也没有用 利用一些set的方法 这个purse也没什么用 purse的方法实在挺费劲的 就是有很多set的这些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日期对象 通过自己的一个想法 你可以给它包装一个新的日期对象 比如现在是2017年 你可能设置一个 比如说2017年3月14号 某时某分某刻 对吧 设置一个那样的时间 当程序运行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两个一比对 比对成功了 你就可以触发某种东西 那没有意思吧 可以触发某种东西 来咱看一下吧 第一个set是setDate 设置Date对象中的某一天 现在同样 或一个Date等于NewDate 你无论怎么set 你得基于一个对象来set 对吧 可以把这PPT放旁边 好 比如现在Date.setDate 比如说写什么呢 写15吧 回车 然后咱们现在再看这个Date 再看这个Date变成什么了 变成Wannesday了吧 February Wednesday 15号 是不是它 只要你改一下一个时期 你改一个日期的一个时间的话 就是你改一个日期的话 它其他的一个信息 是不是也会跟着变 对吧 他不会在这等着 比如说你明天本来是星期三 他给你打星期二 他不会这样吧 他是不是其他的也跟着联动就在变 如果你把这个日期设置成明天的话 就变成明天了 对吧 变成明天了 然后接着往下来 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setmonth setfouryear sethours setminutes setsecond 就这些东西你都可以set 怎么弄都行 这些咱就不是了 行吧 你回去自己试一试 我讲这个set这个东西有啥用呢 比如说咱们一个程序在执行的时候吧 它都是长时间的在执行的 即使你客户端 比如说你客户端不去访问淘宝 但淘宝在服务端是一直存在的 只不过你不看的 你不看的可以存在 能懂我意思吧 这个程序一直跑的 你可以设置一个事情 比如说 那个 比如说定时抢购 你知道吧 定时抢购 它有个倒计时吗 还剩多长时间 还剩多长时间对吧 怎么样 最后就是最后他那时间快完事的时候 其实就是马上快接近他设置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了 设置那个时间点和你程序当时运行时这个时间点完全吻合的话 这两个时间点就会存在重合吧 重合的话 它就会出发 这个这个时间段该干什么事了 就能出发 怎么来判断 你说怎么来判断这两个时间是不是稳合呢 比如你设置一个时间 什么year什么什么什么都设置好了 year months都设置好了 怎么判断它俩是不是稳合 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它这个 你可以用to stream 你把它这个东西都 都转换成字不串 两人再比对一下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太麻烦了 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就是get time 当前时刻的get time和设置好那个时间get time 两人一减误差小于1000毫秒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就是重合了 对吧 你看你设置一个时间节点 你设置那个时间节点也可以get time 对吧 设置那个点距离纪元时间有多少毫秒对吧 以及你正常过渡这个时间 你系统再慢慢往那走走走 走到一个时刻 他俩做差一减小于2000毫秒 或者小于1000毫秒 是不是相当于你到那个时刻了 然后这个程序是不是可以执行那个eve里面的东西了 对吧 能懂我的逻辑吗 不应该是这样 对吧 当然这个功能吧 才用的确实也是少 除非像那种倒计时秒杀什么 否则就少 当然了你可以射到零 你可以回去试一试 你可以回去试一试 我教你怎么引入这个video 这里面有一个标签叫video标签 video标签里面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回去先自己研究一下 这是H5咱们后期的课的东西 你可以放一个音乐什么的 这个音乐一开始你得设置暂停 后期咱们可以做 但是后期这个东西就太简单了 没人吸着去做了 先暂停 暂停完之后 你开着电脑 开着电脑让你的程序去执行 执行完之后 你设置一个时间 比如说明天早上5点半 对吧 设个闹铃 然后到5点半的时候 你这个程序自己的时间 和你设定时间一比对 一座叉 毫秒一座叉 对吧 该他们一座叉 比如说小于5000毫秒 小于2000毫秒 然后就让那个音乐开始播放 对吧 5G死循环的播放 然后你肯定会醒 对吧 然后早上起来 你神性气爽 对吧 自己写程序实现了 对吧 但如果你要出bug了的话 你就醒不过来了 对吧 OK 这声道流完全没问题的 完全没问题 比如咱可以设一下吧 咱可以设一下 看现在多少点 我试一下 Date.get set minutes minutes set minutes多少呢 设个16吧 给自己留点缓冲的一个余地 设个16 然后 然后 咱们就得用这个那什么了 set interval 每1000毫秒来运行一次 set interval if比对一下 这个set interval是一个循环执行 今天会讲的 是个循环执行的过程 就是每隔1000毫秒 它会执行一次 每个1000毫秒 它会执行一次 if什么呢 if new data.get time 减去 data.get time 哎呦 new data应该是多的 对吧 不对 new data应该是少的 少的对吧 反过来减 差不多哈 要不就过它一点 要不就少它一点 对吧 大于多少呢 应该是大于对吧 它刚刚过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就好使 对吧 大于1000 大于1000 大于1000嘛 大于2000嘛 大于1000就行 大于1000啊 然后就打印 成哥帅对吧 打印你邓哥吧 老灯 还是个宝宝对吧 OK 看起电了 现在 哎 过了哈 17吧 17吧 稍等一会儿的啊 真的到啥时候 看看 你说要打印的话 它是不是会 它是不是就会一直打印 因为我这个satintour 它是一直执行的 它是每个1000毫秒 执行一次的 要打印的话 肯定会一直打印 快了哈 已经到17了 但是秒数我没设 它肯定到那个秒数之后 它才会减的 稍等等吧 保存了 好使 好使 它还有秒呢 我只设那个分了 秒我没设 秒我没设 就是秒如果没设的话 它就按照刚才那个秒去走 对吧 按照刚才设置的时候 那个秒 等等吧 刚才刚把秒写就好了 他会一直执行啊 对吧 他会一直执行 对吧 对吧 OK 到这个时间就会好使 行吧 咱就盼演得了 所以他是可以当闹人来试 来 接着往下瞅 sat一系列方法 satmini second 这些东西你都会 我就不跟你演示了 还有一个东西叫sattime sattime是直接通过设置 毫秒数的方法来设置一个日期 这是不是最省事 但是最难把控吗 你咋把握呀 来我给你试一下 咱就慢慢试一下 咱现在data是这个 没有啊 把它打开 data 好 现在data点sattime 咱先写 123这样 12340 这数够大吧 感觉 一回池 你看这个data是多少 还没过1970年呢 从1到0开始还没到1970年呢 咱再加点吧 再来一个零 再看data 还没过1970年 再来一个零 这回再过了吧 1973年 再加几个零应该啊 再再加两零 2361年 过了哈 2361年啊 就这个方法 它也能设置 除非什么呢 除非是你拿到别人的get time 你再sat回去 有特殊的需求 否则的话 咱通过人工的方式 去往里sat 那太扯了 不太现实对吧 不太现实 但确实是可以的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做 就是仅限于那些机械之间的一个交互数据 别人给你传个数据 你直接往里sat就没事了 这样是行的 但你通过人的方法计算 你会去sat 那肯定不现实 to source 这不用管这个 这个没什么用 这个utc这个东西不用管 世界时的东西 那不用管 咱从来不编世界时的东西 有个to stream to stream是把这个date对象 转换为字符串 啥意思呢 我现在date点to stream 就转换为字符串 转换为字符串 转换为字符串 没有意思吧 转换为字符串 然后剩下的to time stream 时间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试试吧 to time stream 好像不太兼容 to time stream 他们给你转换成这个样 转换成这个样 这个GMT加08是什么意思 咱们是东几时 咱们是东几时吗 咱是第九时区吧 东八时不是第九时区吗 不是从零开始的吗 算了 算了算了 何苦为难自己 其他的这些local stream什么的 这些都没什么太大用 就记住这几个方法 get的方法 set的方法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那个time 最重要最重要是gettime 行了 咱做个小练习 做个小练习 你们也下课休息一会儿 做什么练习呢 你封装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 你一掉这个函数 就能在控制台里面打印 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 几分几时几秒 简单吧 这个一顿get就完事了吧 对吧 写一写 写一写 但是不能出错 今年是几月份 星期几 一对 满 本来 我 这 你 你